1月27日,17套军事报道来美报道来空军航空军买里的夜间训练情况。 韩后记者对高里游展蒋交际进行了采访。 采访中蒋交际,向观众近距离介绍了蒋十类的浅灰色逼格式涂装。 原来它所使用的机身涂料,最操作对模技术水平,与我们最熟悉的蒋20是相当的。 因此近距离视觉隐身效果和一定的隐身隐身效果。 其实这一点从蒋十类做参概到自然光线站设下的文色就能看出来。 它呈现出的淡淡的紫色,已经20,还有美国的F,35都是类似的。 不过蒋十类的续动外形,最有点形的四代金,自然不可能因为用了隐身涂料,就变成五代金。 因此相近的机身涂料,最擦盖对模等技术措施,都被用来适当降低楼打反射结面机,以及对确保暂机的安全。 这也是世界空军中被土壁采用的一种方式。 而且这一方式,最早其实人以美国海军OS14熊猫的D可视涂装, 以灰色系涂装降低与天空的反差,明显降低,机队分,不更。 后来这一方式被全世界采用。 隐身战机的涂料,则是在D可视涂装到基础上,增加了吸波能力, 能够交入射的雷达波吸收。 使其不会反射回去,我们的坚实力竟然不是隐身战机, 却也是一款极为先进的双座,正形多用途战斗机。 它既可完成日空作战刃物,也能实施地,对好打击。 表明渡航已经装备九十六架,也表明了略国空军被他的重视。 其实正是间,实力的出现让略国空军由国土防空, 逐渐地向攻防监备。 上空,海军联合作战的目标,更进一步,具有很强的换时代意义。